开发者你好,我是腾讯云部导师白焕成 这次课程我们来讲一讲云开发与serverless 本次课程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云开发与传统开发模式的不同 二,云开发与serverless 以及云开发的优势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在传统的开发模式 传统的开发模式首先我们可以分为小程序端和后台端 在后台端如果我们想要达到一个较好的效果 我们需要配置云服务器、云存储 后端还要使用云数据库 在云服务器前端我们需要加入负载均衡 以及内容分发网络 这么复杂的一个架构会让我们的整个开发模式和运维模式都大大发生改变 而使用云开发后你只需要使用小程序 对接云开发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关注云服务器是什么 云存储是什么 云数据库是什么 这样就大大的简化你运维和开发的压力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我们这节课讲的是云开发与serverless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serverless serverless首先它是无服务器的 这个无服务器是指首先你不需要维护服务器 其次你也不需要去管有多少服务器 整个的服务器都由服务器的对应的服务商后端来提供 由他们来负责维护 因此你只需要去管理你的业务逻辑就可以了 也正因为没有服务器也不需要维护服务器 因此在你的应用设计时 你又必须进行分布式的应用设计 来去适合适配我们这样的一个serverless的架构 serverless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它有三种分类 分别是bas、pas和fas 而我们的云开发就可以认为是fas的一个延伸 我们云函数就是我们的fasfaction as a service serverless有它自己的特点 首先运营成本更低 开发者无需维护底层的服务器和基础设施 他只需要专心自己的业务逻辑就可以了 其次降低开发的成本 在开发过程中你可以只需要关心业务逻辑 而不需要去关心具体的运行环境的其他的内容 比如在文明开发中 你就不需要再去关注文件存储 数据库等一些信息 直接调用API就可以了 三拓展能力强 在serverless架构中 横向拓展是完全自动的弹性的 而且是由服务提供商所管理的 因此你的应用随时可以进行拓展 也可以进行缩容 随着你的业务具体的请求量来决定 具体的整体的架构是什么样的 最后管理简单 serverless相比于其他的架构也更加简单 管理的成本更低 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对比图中 我们的云开发模式只有两块 而传统开发模式中有非常多的块 所以说相对来说 我们的serverless架构管理会更加简单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使用云开发的优势 首先快速接入 你只需要申请就可以接入到小程序的云开发 并使用官方提供的API来进行业务的开发 其次快速实现 云开发将功能进行了深度封装 因此你也不需要进行再次封装 在自己开发时 你往往需要进行很多的封装 才能够更好的去使用你的小程序的后端 三 无感运维 在云开发中 你不需要去关注运维 你只需要关注你的业务逻辑 因此你可以更加深刻的去理解业务的逻辑 而不需要在于像弹性啊 云计算啊等等这样一系列更复杂的问题 最后我们来进行本次课程总结 本次课程我们了解了云开发和传统开发模式的不同 并且了解了云开发与serverless的关系 最后我们还了解了云开发的优势是什么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